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璐 今天我们用了从云南带回来的青头菌 做一道青头菌煲肉 一般来说是煲猪肉 但是内蒙古的羊肉实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我煲的是羊肉 嗨,野生菌交易区 我能去吗? 问题是我也不交易啊 这个叫什么名字? 青头菌 青 青头菌 对对对 再一个大学试试 我们今天当天挺老实的 不像你们二三年 我也很老实 买粮是不是适量啊? 我是... 报道上报道那些里游景点 里游景点那些年轻人买吃的 是让人咳嗽买的 乘起来几百块一小点 跟我里游景点那些 你今天要回美蒙古去啊? 对 差不多了,赶? 好了,够了够了 是让人咳嗽买的 今天就多带点,挺好吃的 今天把都没事的 那微波炉烤烤,咱点盐包就吃了 微波炉烤一下就可以吃了 一百五十二就给一百五送了 两块就送了吧 一百五 一百五? 对 弄得少来点,我想拿一百块 拿一百块吧 一百块就少了 一百块就少了 拿一百块就行了 拿出去点啦 算了呗 多带点啊,多多一张 一百块就行了 不重的 真的 我拿行李太多了 你那么是好的钱 你可以带的,没事的 没事的 你没事的 没事的 就买年的饭 你拿的呢 你拿的呢 你一定要卖给我一百块 拿的 你又是哪呀 我应该多 它需要一百块 我需要一百块 Hotel 你也要湿了 将可爱的青头菌的帽帽和干干分开 用牙刷顺着散尿的纹路轻轻的刷进 放在一旁备用 切蒜 姜和肉一起剁 加入盐和蛋清 给肉按摩按摩 静置一会儿 把肉末塞到每一个帽帽里 不要太满哦 可以上锅蒸啦 中火20分钟就差不多了 蒸出来的菌子里面有汤汁 蒸的超级好吃 我的汤好喝 因为我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好吃 所以我用的羊肉 然后大家可以用猪肉 一般都是用猪肉来做 好吃 好